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供电偶合器 供电偶合器又简称供偶 在一些特殊的应用程度会要求输入和输出端 实现电气隔离 供偶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程度而诞生的 供偶的输入端采用的是发工二级管 用电信号驱动半导体发工 气件发工通常为红外工 而接收端是公民管 将接收到的供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输出 通过电到供 供再到电的转换 既可以传出信号 又实现了电气隔离的目的 这其实也就是供电偶合器在电路中的作用 主要是电气隔离 底下这个图片 PC817就是最常见的供电偶合器 右边是它的电路符号和内部结构设计图 因为是继承块 前面我们看那个引脚顺序 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这里应该有个小点 一脚 二脚 三脚 四脚 其中这个一二脚嘛 内部接的是发工二级管 一脚接的是发工二级管的正级 二脚是负级 然后三四脚之间接的是工敏三级管 三脚是工敏三级管的E 然后四脚是工敏三级管的C级 这个我们这里先知道一下 然后还有这种六脚方程的 除了六脚还有八脚什么的 详号也很多的 还是我说的那句 就是碰到不知道的 然后查这个详号 百度查这个资料 查详号就知道它是什么器件了 内部结构图都能看到的 这个六脚的它是一二脚是 还是发工二级管 一脚是正 二脚是负 然后它这个四五六 就是那个工敏三级管了 六脚是工敏三级管的B级 它还可以受B级控制的 然后第五脚是工敏三级管的极电级C 然后四脚是工敏三级管的发射机翼 也是NPN的 好我们再看这里 当供电偶合的一二脚内部的发光二级管 通过电流时发光二级管发光 三次脚内部的工敏三级管 受到光照后产生电流C导通 就是说这个一二脚通过电流了 一二脚有电流通过的时候 那么这个发光二级管产生的工线 会使这个工敏三级管 产生一个B的小电流 你要是不理解它为什么会产生电流 你可以想一想 我们不是平时有那种什么太阳能电池吗 受工线一照射 它就会产生电压 对吧 还可以给手机充电的 一样的道理 对吧 它也是受工线一照射 它就产生了变压 那么接在电路中 它就有电流了 对吧 有这个B的电流 那么就有CE的电流了 那么CE就导通了呀 四角和三角之间就可以导通了 对吧 再看这里啊 当输入端无信号 发光二级体不亮 功敏三级管截止 就是说 假如一二角之间不加电压的时候啊 功敏二级体 它这个里面的发光二级管嘛 不发光 那么功敏三级管也截止的 CE也不会导通的 也不会导通 改变一二角之间的电压 就可以改变三四角之间的功敏三级管 导通程度 为什么呀 因为改变一二角的电压嘛 就可以改变发光二级管的发光亮度 对吧 发光强度 那么它强度越强 那么四三角之间的导通程度越大 发光亮度不强嘛 它这个导通程度肯定不强了 对吧 这是 就是它基本的工作原理啊 其实和三级管一样的 对吧 只不过就是 三级管是用B级电流嘛 控制这个 CE导通的 而它这里就是通过是一个发光二级管 产生的弓线控制这个 B级电流的 它这个弓线会产生着一个B级电流 对吧 弓线越强 B级电流越大 可以这么理解啊 好 看再看光电流越器的测量啊 其实也很好测量的 大家看啊 它这个一二角嘛 其实就是内部就是一个二级管吧 我们测量 这个一二角用红表B吧 红表B 数字万一表的红表B啊 接一 然后黑表B接二 它应该有个电压镜 对吧 二级管等测量呀 它应该大概是一幅左右 一幅多一点点 但是三次之间没法测量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红表B接一 黑表B接二的同时用另外一个万元表测这个三四角之间的组织 一二角之间加电压和这个不加电压 它三四角之间的组织肯定是有变化的 有变化的嘛 一般都认为正常的 或者你没有两个万元表 你可以就说万元表测三四角之间 然后一角和二角加一个那个 1.5V的电压 就是你要是感觉电压大 你可以串一个小电阻嘛 对吧 而且随着它这个一二角之间的电压升高 它三四角之间的这个组织嘛 也会随着变化的啊 看这张图啊 这就是一个光电偶合器 它用N833表示 然后它边上还有个431 前面我们刚刚讲的431嘛 它这个就是搭档啊 一般这个开关电源里面有这个光偶的地方 基本上都有个431 你看这里也有个431 不过这里是两个光偶啊 它这个PC123 IC 它是用IC来表示的 IC7003 IC7004 然后它这里是个431 好 我们看这张图啊 这张图是一张TCL光牌的这个电源电路图 你看到吧 这两个光偶 然后它这里一个TL431 就是刚刚我们照片上看的这种 基本上夜行电视的开关电源嘛 都有这东西 TL431我们也刚刚学过 然后这个光偶我们也刚刚学过 然后我们试着把这个电路翻析一下啊 翻析的时候先给大家说一下 你看到这个感叹号了吧 看到这个感叹号了吧 光偶在电路中的作用 它是起隔离作用的 光偶一二角之间它是接的是朗地 三四角之间它是接的热地啊 这个大家要知道一下 朗地和热地啊 不能互相相通的啊 朗地来说相对安全一点 热地的话就是很危险的 包括它这个接地啊 对我们脚踩的打地都有220伏电压啊 你不要说这里是接地的 它就安全 也危险的 好我们 分析这个电路啊 你看它这个开关变压器 七八角经过二极管掌流 它这是一个双二极管掌流 经过滤波电容滤波 这两个电容滤波 然后它这里输出的电压嘛 加过来 经过R416 然后加到了这个 宫电偶合器的这个第一角 第一角啊 加到这里了 然后 第二角 加到这个 TL431的阴极 同时它的阴极接地啊 然后它这个 5伏在含眼镜 5伏输出嘛 再经过这个滤波电感 然后这里过来以后 经过R411 还有R413 412 三个电阻的 413和412是并联的 对吧 嗯 这两个并联的组织和这个R411 等于构成串联分压 所取得的这一点电压嘛 加到了这个参考机 加到参考机 那么这一点电压 如果它大于2.5伏的时候啊 大于2.5伏的时候 那么就说明啊 这里电压 就是假如这里电压高的话 它这里电压就大于2.5伏 大于2.5伏 那么这个TL431又导通 导通以后会引起 一二角 一二角之间会产生电流的 对吧 一二角之间产生电流 一二角产生电流 和这个发光二级管发光 就是内部的发光二级管发光 内部发光二级管发光 引起43导通 43导通嘛 就会把这个二角 就是这个接上块的二角电位 拉低了 二角电位就通过这个43到D 这个角电压拉低以后 就可以改变这个 就可以改变这个Q102 这个开关管的导通程度啊 就是使它导通的时间变短 然后它使它这个输出电压嘛 变低 它就是这么控制的啊 然后再看下面这一个 也是5伏过来 经过R1两电阻 然后加到了这个第一角 对吧 然后第二角 加了Q401的极电级 它是一级接地 然后这个B级它接收的是一个 电源开的信号 POM 就是电源开的信号 这个信号一般都是高电瓶开机啊 假如它加一个高电瓶 会引起 这个高电瓶加过来 会引起Q4.1 产生B电流 会产生CE CE导通 CE导通以后会引起一二角之间产生电流 一二角之间产生电流 会引起四三角导通 四三角导通以后会引起这个导通以后嘛 会引起这里有个B电流 对吧 有个BE电流 有了BE电流以后就是BE导通了嘛 BE导通以后引起 CE导通 VCC1 加到VCC2 我们看这个 这里是VCC1 它其实是一个供电 VCC1 VCC1 加到VCC2 就是VCC1 这里是VCC2 就是这一点电压 通过这个管子嘛 加到了这个角位上 就等于是八角得电了 八角有电以后 这个电路就开始工作了 这个电路就开始工作了 基本上就这样的啊 简单的分析了一下啊 最后请大家用微信扫描下二维码 关注一下从良道医学维修 相信这里面内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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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